中共挑釁菲律賓背後有隱藏目的 專家說好像二戰之前那樣 李強火澳、李源華呼籲國際社會與中共脫鉤 中共以徵豬肉碎報復歐盟 中共電車玩完了 擦場運動槍盜者面臨被遣返回中國的危險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024年6月20日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李東梅 在台海局勢日益緊張的同時 中共又在南海挑釁 專家認為中共海警打傷菲律賓士兵 背後的目標仍然與台灣有關 在中共南海3號令生效後沒多久 6月17日中共海警強行登上 為南海人外交執行補給任務的菲律賓船艦 在衝突中7名菲律賓士兵受傷 其中一人手指被撤斷 他們的武器也被奪走 菲律賓媒體形容說 中共海警採取了侵略行動 對此菲律賓聲部專欄作家 中東媒體研究所 中國媒體研究所 計劃特別顧問馬西根 對美國霍士新聞表示 北京故意嘲弄菲律賓 主動升高程勢並將其合理化 馬西根說 每當菲律賓採取行動 中方就會升高程勢 舉例來說 菲律賓增加兩艘海岸防衛隊船隻之後 中共就增加六艘 康迪恩是台灣軍民關係 認同與轉變一書的作者 他對霍士新聞表示 中共越來越接近在菲律賓周邊 採取戰爭行動 可能很快會跨越戰爭紅線 迫使美國 加入保衛菲律賓 這個將有助於中方 評估美方的反應時間 為台海戰爭做準備 康迪恩說 對北京來說 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台灣 但中國軍方已經幾十年 沒有嘗過作戰的滋味 欺凌軍力相對較弱的菲律賓 可能比中共海軍獲得一些戰鬥經驗 而且 北京想知道 美國是否想打另一場戰爭 美國海軍是否會對菲律賓做出反應 是試探美國意向的史金石 菲律賓是美國的條約盟國 無論在戰略或其他層面 都沒有模糊之處 康迪恩表示 如果中共對菲律賓的行動 沒有引發華府的軍事反應 那麼北京可能解讀為 美國不太可能出力支持台灣 尤其是在現在拜登政府執政的情況下 康迪恩指出 中飛之間的衝突 能夠令北京評估美國的反應時間 觀察他們的戰術 累積與美國海軍作戰的經驗 這是一場低風險的衝突 北京可以在不失去面子的情況下 輕易退出 在俄烏戰爭持續 袈裟戰爭面臨擴大風險的時候 中共趁機不斷加劇印太地區的緊張局勢 前美國國防部 中國事務科科長鮑士可 18號《國會山莊報》表示 台灣與菲律賓的安全物不可分 美國必須在海上展現實力 鮑士可寫道 1941年日本空襲珍珠港的時候 日本戰鬥機同時從台灣起飛 同步向菲律賓的美軍基地發起空襲 現在中共對南海的非法主張 已經近此二戰時期 大日本帝國等強權的侵略 可能將引發區域戰爭 而且會迅速燃銷為全球衝突 鮑士可呼籲 現在就派航母戰鬥群穿越台灣海峽 並被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重返蘇比克灣 他強調美國扮演的角色 有關台灣與菲律賓的命運 拜登政府應該擺脫戰略模糊的立場 必須令北京明白 一旦對台灣實施封鎖或禁運 就會立即觸發美國和盟國的介入 美國並會立即承認台灣獨立 和美國開戰會從根本上危及中共政權 目前全球的局勢 令專家再三提出警告 也令媒體和讀者更關注相關的語言 例如有媒體最近報導 美國稱為盲眼龍婆的知名靈媒 八百萬家曾準確預言911事件 美國脫鉤等全球大事 最近有人驚覺原來早已在1996年離世的盲眼龍婆 對2024年的預言早已實現了三個 包括英國經濟衰退、極端氣候和突破性的醫療發展 而盲眼龍婆曾經說過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到來 這令人相當擔憂 中共總理李強在6月15日至6月18日對澳洲展開為期四日的訪問 試圖改善中澳關係 6月17日 李強在國會會見澳洲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 人權抗議者和民主倡導者等人士聚集在澳洲的國會之外 去年逃到澳洲的前中共特工艾利克也到現場抗議並說 叫大家警惕中共不要和中共做交易 西方和中共的所有貿易都是被中共輸血 埃利克說 李強代表中共黨魁習近平來拉攏澳洲 澳洲政府想穩定雙邊關係 想要中共解除制裁 想要貿易恢復 我們理解這一點 但不應該支持這一點 為什麼? 因為歸根結底 西方和中共的所有貿易 在某種程度上就是 輸血給中共 同時也等於是輸血給俄羅斯 輸血給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極權國家 這個加強了他們的財政 鞏固了他們的政權 從而加重了世界國地的人權災難 並大大提升了戰爭的風險 埃利克曾為中共國安做臥底特務 監視海外華人15年 2023年投城去澳洲 對於李強拉攏商界和華人 他說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 與法西斯中共的交往愈密切 中共的滲透愈嚴重 那些所謂的友好往來 就是在萬聖自殺 它會腐蝕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由空間 瓦解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對於埃利克的說法 希望資生記者 在6月19日採訪了原 中國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 李元華說 正常的國家交往是平等互利的 而中共的交往是有目的的 它今天跟你交往 實際上就是想通過交往獲取它的利益 在這個交往的過程中 它就希望通過各種渠道 去滲透到你社會的各個方面 竊取你整個社會 它認為重要人員的資訊 甚至啟用客客去影響你國家的整個運行 公共事業中用客客去攻擊 甚至搜集資料 如果你將它作為一個正常的 友好的國家 不對它嚴防的話 你可能就越與它交往 就讓它滲透得越厲害 同時也對國家傷害得越大 李元華說 美國華爾街那些大的投資公司 都在撤離中國 這是一個趨勢 他說短時間內 完全與中共切斷的話 也不現實 因為中共通過這幾十年國際的輸血 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 它有經濟體量 又與國際經濟交往 但是現在有更多的投資人 比如說像美國華爾街的投資公司 基本都撤離中國 而有些也在逐漸轉移 或者化解風險地撤離 李元華提醒國際社會在貿易中 要與中共脫鉤 他說 中共其實與西方的貿易 已經不是簡單的正常貿易 中共是希望通過貿易 它的經濟強大之後 它自認為在世界上就有話語權了 也就是中共去干擾整個自由社會的話語權 它有資本通過錢來擾亂世界秩序 從長遠看一定要與它脫鉤 而且實際上盡量避免與它有貿易 否則你以為在正常做生意 實際上它用來與你做生意 賺到的錢去傷害你 去侵害你的普世價值 侵害你的國家利益 今年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 15日在意大利普利亞結束 G7誓言反擊中國低價高科技產品的浪潮 共同對抗它們認為不公平的經濟競爭 17日中共商務部宣布對原產於歐盟的進口 相關豬肉和豬庫產品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 中共此舉被認為是對上星期歐盟公布的 準備對中國出口到歐盟的電動車 實施最高達48%的關稅的反制和懲罰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歐盟豬肉製品的出口 與中國電動車的出口相比 從規模和價值來說要少得多 這正證明了中國確實沒有什麼牌可以打 中國比歐盟更需要對方的市場 歐盟委員會指責中共的不公平補貼 說這對歐盟電動汽車製造商造成經濟損害的威脅 歐盟委員會6月12日發布公布說 將於7月4日左右加徵關稅 對比亞迪、吉利汽車和上汽集團 將分別加徵17.4%、20%和38.1%的關稅 外界預估 要令中國車期完全喪失在歐洲市場的商業吸引力 歐盟必須對中國電動車徵收45%甚至55%的高額關稅 對此中共商務部宣布 自從6月17日起 對原產於歐盟的進口相關豬肉和豬副產品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 中國海關數據顯示 去年從歐盟國家進口的豬肉和豬肉副產品總額超過30億美元 謝田說 當然看起來好像是升級 就是歐盟先加電動車的關稅 然後中共加一些豬肉和白蘭底的關稅 看起來好像是互相報復升級 但實際上它是不對等的 首先中國電動車傾銷出口歐洲的規模龐大 實際上對歐洲汽車產業的衝擊也非常大 中國無從歐洲進口太多的白蘭底和豬肉這些東西 就算是加了關稅之後 它對出口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實際上這個事實正好說明 中共實際上沒有什麼槓桿 這反映出雙方對對方的依賴程度 到底誰更需要對方的市場 顯然是中共更需要歐洲的市場 而不是歐洲更需要中國的市場 這兩樣東西實際上並不成正比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幾個月來 中國一些電動車企已經開始在歐洲建廠 甚至與當地公司建立了合資企業 還有一些企業正在考慮 從泰國等第三國向歐洲出口 中國電動汽車生產商比亞迪 其稅和零跑汽車等 在歐洲擴大生產規模 來避開進口關稅 目前比亞迪已經在匈牙利經營一間汽車製造廠 謝田指出 中共肯定在這裡計劃 希望從匈牙利西班牙入手 然後進佔歐洲市場 歐洲人已經意識到了 現在出台這個38% 還是臨時關稅 因為本來這個傾銷調查13個月 等到9月份才會是13個月 那時候才會出現正式的關稅 現在歐洲只不過是臨時才阻擋一下 中共如果想從泰國 從其他國家來轉口 也很容易被檢測到 就像中共試圖從墨西哥轉口 進到美國一樣 很快就會受到阻擊 所以歐美市場基本上對中共已經封閉了 謝田認為 中共電動汽車最大的問題 是質量不過關 沒辦法賺錢 中共現在可以做的 可能是去進攻那些拉美 非洲、東南亞的一些市場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實際上還是中共電動車本身的問題 我們知道 中國電動車在中國出現了一些 自然、爆炸、燒死人 司機在裡面出不來 這種汽車燃燒爆炸的事情 好像每天都有 上百例都有 所以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中共最大的短板 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就算進到歐盟市場 或者進到其他國家 燒死一個人 要起數、要賠償 就會令他沒辦法賺錢 中共的身質生產力 基本上我看又要腰折了 一下就玩完了 海外拆牆運動負責人 劉棟寧母子的庇護申請 18日被丹麥政府拒絕了 母子即將被遣返中國 全球民主團體和民主人士 緊急呼籲丹麥政府 重新審理該庇護案 令劉棟母子免於被中共政治迫害 2023年 喬陰陰和劉棟寧等人發起 對抗中共網絡防火牆的拆牆運動 同年5月 喬居老窩的喬陰陰 被中共的特務 跨國非法抓捕捉回去中國 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 目前喬陰陰生死未知 自從喬陰陰被抓之後 劉棟寧承擔起拆牆運動的運作 劉棟寧多次和全球各國民主團體聯合舉辦 抗議中共跨國鎮壓迫害 研究喬陰陰的活動 海外民主人士認為 劉棟寧母子被遣返中國 將被非法逮捕 生命可能遭受重大的威脅 民主人士黃丹、勝雪、介立健 共同發起聯署聲援活動 呼籲丹麥政府暫緩遣返劉棟寧母子 重新開案審理 劉棟寧政治庇護難民案件 加拿大的民運領袖勝雪 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劉棟寧如果被遣返回中國 它有非常大的危險 包括逮捕、監禁和酷刑等 面對中共暴政的殘酷、邪惡 我們必須緊緊結成同盟 我們不能讓我們的隊友、任何一個人 遭受到中共的迫害 我們為劉棟寧的救援行動 會持續推動下去 我也相信最終 劉棟寧一定會獲得安全的保障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執行長介立健表示 劉棟寧在國內是一個訪問 它不僅為自己 也為大眾群體維權 到了海外 又繼續參與惡人榜 測場運動 這也是中共最懼怕的 中共利用網絡防火牆 壓制真相、輸出謊言 我們希望丹麥政府 重新審核庇護申請 保障劉棟寧母子 基本的人權和自由 劉棟寧表示 國際上很多反對中共的人 在為我呼籲 我很感謝 因為他們都知道 只要我回到中國 就會面臨風險 甚至可能失去生命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 就為你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 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也請客